大家好我是班老师 欢迎大家关注 欢迎老师机械师 这个机械师选的 现在去选择监管者能知道穷者的一个位置 即便是最远点 我觉得监管者也是会过来 跋山涉水来找这边的机械 那么这边的话第一波是预判 机械师当时那个刷点会往墓地来走 看见娃了 这个娃 我觉得来不太及打吧 因为这刀这种修机速度很快的 你要打这个娃 时间上面来讲不太够的 再排 找中间是个机球手 那对于黄金珠来讲 这个开局点位上面没有人排到 有点崩啊 真有点崩 欢迎老师这边机械师 应该是躲过第一波了 第一波躲过的话 后续应该这个局啊 这套阵容是没有时间去 打什么第二波节奏 就是我这边上来选择抓一个人 如果说抓到了就不可能再换节奏 或者打到一刀就不可能再换节奏了 也就是这把要硬抓这个机械师 机械师的话这边应该是要看怎么来 扛住这个放狗 因为核心问题是什么呢 这套阵容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救人难救 面对黄一之主的话 黄一之主一旦是抓到机械师 球手那边救人 将会面与巨大困难 鸟接给 那我觉得可以放狗啊 他这个放狗要留着 这个放狗要留着 来防守 也行啊 也不是不行 蓄力 再一个出手压住 出手有没有 好像没有 没有 位置上来讲 还是交放狗 还是交放狗了 我觉得他刚才应该是想要用这个放狗来做防守的 但是这边的话再打下去 这个密码机时间就不够了 出手一拍 好的可以 还有一颗球的机球手 这个位置 球者来救 我看 幻老师这边不知道是否薄命 先知的话大概是个飞轮吧 油拆飞轮 要有薄命的话应该在幻老师手上面 要有薄命的话 幻老师在上面 油拆这边想来救人 打一刀 飞轮没能顶掉 没能顶掉的话 这边出手 我救下来 没薄命 一刀没打中 这还给他棒子起来了 狗还咬中了 这一刀刚才 感觉还是稍微晚了一点点 本来感觉这边机球手应该是立马倒的 他应该是想要用触手 第一时间想要用触手 然后这边的话油拆做的比较好的一点什么的 这边 油拆把这根触手给捏了 让你这根触手用不了 因为这根触手一用的话 有可能就是双倒蓄力刀 带走 这个时间有点晚了 密码机 应该差不多够了 娃娃过来补先知的 先知过去救人 机械师也来 机械师和先知一起救吗 机械师如果搏命的话 这个机子差不多够 差不多够 先知一个人就不一定够 先知一个人就不一定够 出手 压制住先知的位置 机械师得过来 机械师得过来 对对对对 飞轮拉开 可以 先打 这边看见机械师了吗 看见了 一刀没打中 再补 先知这边吃一刀以后拉开 可以吸回鸟出手 好就下来有薄命 这样的话应该是一个妥妥的私人开门战 因为占20秒 除非这时候干嘛 黄医之主回升过去 把这边的这个油菜给秒了 先知鸟都吸出来了 这把穷者怎么说呢 打了一个天狐局吧 这个确实打了一个天狐局 抓了一个比较难抓的人 然后呢 这个人他还溜起来了 溜的还非常的好 逼掉了狗 时间拉够 然后呢 救下来以后 在没博命的情况下还2-6了 讲道理这种局其实是 比较难以实现的 比较难以实现的 再捡一颗球 一爆自打 好的 那么也是改变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